黃國昌沒有輸 黃國昌他沒有輸 你知道為什麼 只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昨天的憲法法庭 他很像把這個法界 變成很像演藝圈 你會發現他跟翁曉玲的詮釋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比的就是 我黃國昌就只要是戰神就好 他只要把戰神這個演藝的好就好 要音量 他可以講得很大聲 講得很長這樣子 然後自己的表演很讚這樣子 要音量有音量 要邏輯有音量 要論述有音量 要法學有音量 可是都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對就像是他要法量也有音量 一切都是音量 因為他講到後面 這個由法官問他的時候 他不只直直呼 而且他越來越大聲 所以我們在看戲的人旁邊說 要生氣要生氣了 就是越來越大聲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 讓人家比較意外的 就是說你自己寫的法條 你卻沒有能力 來為自己寫的法條 用法理來辯護 我覺得這個才是讓大家覺得很surprise 而且你會發現 你看他的表情 你就會覺得他怪怪的 因為你會發現他的那個右肩膀一直抖動 一直抖動 然後嘴巴一直憋嘴 就是他的樣子 然後又坐不住 你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講很有趣啊 你知道大家就說完了 我們黃國昌要這個跨過這個卡提諾防線 因為他一直都在講卡提諾嘛 這樣 但他面對到真的大法官的時候發現完了 這跟卡提諾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而且我跟你講很有趣 而且居然那個我們翁上人啊 還叫這個大法官說要去看 你要看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你上網看就有了 居然叫大法官上網看 所以很多人就說 哇 所以你們現在是把這個網紅的直播間 搬到法院現場嗎 搬到憲法法庭了 對啊 所以這個會讓人家覺得說很荒謬嘛 更荒謬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國昌老師有沒有生氣 我不確定 但是絕對有一群人生氣了 這群人就剛剛啊 剛剛這個我們這個川哥有提到嘛 你看他寫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罷免大法官 罷免大法官 一群人在討論耶 民眾黨一群人在討論耶 他們覺得太討 就是他們覺得大法官你太可惡了 我們要怎麼罷免他 所以你會發現 就有網友說 這群小草是不是 看卡提諾看多了 黃國昌今天給大家的回應 是什麼 我跟你講 他只簡單的回了幾句 他怎麼說 他就說 他還加了一個叹氣 他感到有一些疲憊 主辦協辦裁判都是同一邊的 所以他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講這句話很簡單啊 就是我輸了 我就是要怪裁判 輸了game就是裁判的錯 對啊 所以為什麼小草才會有這種情緒 或者他們有不理智的狀況 你看黃國昌的回應 跟他們心裡的呼應是一樣的 對